大家好,我是Josen 今次是一个网友的预防 在这个交友APP 碰到一些Player的分享 在手机APP里面有很多交友APP的 但是呢 在当中是玩些什么的呢? 原来当中是一些称为高质Player 就是全职玩家 他们来到不是认识朋友的 他们不是社交的 他们是想来性交的 所以有人列出了这帮人 其实他们有什么招数 他们就希望 不要这么多人在交友APP里面沉船 沉船的意思就是 喜欢一些浪子或者浪女 他们是一些没有穿的脚 他们根本不会为你停留在一个地方 跟你一起落地生根 说得挺好听 这帮混蛋会召完唱 听听别人分享一些什么高级玩家常用的 追女追仔手法 就以作警势之用 提防授骗 这里就有个题外话 他说 它是一个很根本性的逻辑问题 有人说交友APP多狗公 那现实生活中 就不会有狗公和玩家了吗? 所以根本就没关系 其实那些人 拋得身外出色女色仔 你就预料了 对不对? APP也好 Facebook也好 IG也好 Folumn也好 全部都是一个媒介 来来去就是香港人 所以呢 高质 除了可以在APP上 除了防止遇到这些高质players之外 其实你听完之后 在这个情场上 你都会了解更多 首先 他说说一下自己对高质玩家的定义 第一 一开始 他和你的对话 是不会跟你说sex那么低俗的 当然了 神经病的 第一来就说sex 不是吧 有些是会的 有些我知会的 那快的都是要 吊吊吊吊吊吊吊 大家逗逗逗逗 才可以逗出那样东西 怎会说一开口就对着你说sex 就是看电影看得多 教他追女儿 教你一招 你跟他说 我今晚想吵你 那些 神经病 不过真的有人可以 看样子 对 看样子 还有看什么对象 那太过直接 要么可以 要么不可以 看看你是否那些可以用这招的人 我自己就应该从来未试过 含足一点点吧 他说 不会一开始跟你说sex那么低俗 但他说 之后会用其他方法哄你上床 例如会约你去他家会所做gym 又或者约你一起去他家看电影 那些players 女儿都是心甘情愿 因为你家里有会所 他突然有很多幻想 哇 儿子有私楼 下面也有会所 可以了 到时解决了住屋问题 尤其是 那么多女孩 想着什么 凉琴杂木而妻 之前说过家琴的琴 看到这些有会所家里的男孩 还不急着琴他吗 我说个事实给你听 家里有会所 就不代表他有钱 也不代表你可以搬到他那里住 你先搞清楚事情 别人的父母和他一起住不行吗 那些players 十七八岁 丫头 那样 天真到想着和那儿子同居 以后就住在他那间有会所的私人楼 是不是 想多了 不过这些想多了 那些真真正正的players 其实是很了解那些女孩的心态 譬如之前有个出名的 玩女人的 有个很出名的人 姓趙的 他就聪明了 他是借金人珠宝给你 他借给你带 全部是借的 那些女孩和他有任何关系 全部都可以借的 去他的珠宝室 名牌袋室 很多名牌衣 名牌袋 任你借 写下你的名字 记住还 都可以的 都可以找到女孩 都可以找到女孩 喂 那样都可以的 我自己有开的那些什么 米兰站 随便借 借完之后 那些女孩全部是我 这个伯伯真是会玩的 那些女孩真的这么笨 借给你都可以的 那这个就说 告诉你家里有健身室 去我那儿做gym 一样可以 那总之记住 那些players 就不会一来跟你说sex那么续 这些才叫告疾 但就会用另外的借口 那第二 他就说 look for serious relationship 之类 那些人希望 开口迷口 都说快点想结婚 说说好喜欢小朋友的care 目的就是想你放下戒心 又想着正常发展 正常发展 说想要小朋友 当然要交配 那他把口包装到自己 是一个对感情很认真的人 大家记住 把口说是没用的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什么是对感情认真 真的相处过才知道 第三 就说那些人 狂派signal 什么是signal 他说一 文字方面 认了不久 就已经不停 發那些什么 两个大狗公的emoji 在那儿扮可怜 博同情心 在说话方面 就会 瘋狂地赞你漂亮 要望多你几眼 捧到你天上有地下霧 我这招 我以前小时候也会用一下 当然是用这招 难道你去说别人丑样 然后别人会跟你睡吗 昂夸 是不是 你当然是假装 真的被你迷到 那一刻 你是我眼中最漂亮最索的女人 那些女人很容易讨 真的 但是当然也是那句 你看谁说 你说是独乱款说的 每个独乱都要走去这样说 女神女神 我可以为你做一切 那就错了 这里说的就纯粹是赞的 没说为你付出什么的 他是要他开心 是聊到他心花怒放 不是想着做兵 但是那些兵 赞完人之后就说 我帮你做什么做什么 我都愿意 那他们为什么会做兵呢 为什么有些人做将军呢 这个就可以看得到 第三 就是肢体接触 他说有意无意间 他会摸你的头和手 又会拍摸你的大腿 试探你的底线 那一定是的 感情老手肯定会借乙和你有身体碰撞 你不要说是儿子 女儿也是这样的 我那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 那些女儿走过来 试探我 想和我发生什么超友谊关系 就在这里找着儿子 自己也要发生的 把手也找着 尝试拖我的手 哎,总之 一定是会有这些姿体接触 连这些东西都没有 那你怎么去下一步 如何出出入入 那些毒L呢 就不敢去到这一部分 但没办法 靠女款 就叫感情试探 毒L 就叫性骚扰 所以经常都说要脱毒脱毒 不要只以為我在踩毒L 聽完之後反過來 你也可以做Payboy 當然Payboy有Payboy款才行 如果是一個毒癮款 你或者是Payboy 什麼Payboy 第四就說管接管送 就說以為自己有私家車 車出車入就是疼你嗎 少年你太年輕了 那當然 我告訴你 有私家車的男生二十多歲 通常都會帶女生上山打野戰 真的 我不少女生朋友跟我分享過 最激烈都是在車上 我畢竟是私人地方 兜你上飛鶴山 兜你上大帽山 用不容易搞 又沒有人又清幽 自己地方 把椅子拉著也可以向後躺 很多事情玩 不過最怕衛生不乾淨 那些人通常都會帶被濕紙巾 你們自己小心一點 不過有些人基本上是自願的 對 你自己分析過 如果覺得不想被人當是飯盒 真的當你飯盒 老實說 如果你是男女朋友 為什麼不正常常找了床 為什麼要在這輛車上 你說其實平時都在這床 間中只不過是激情玩一下 無妨 但你說每次都在車上 多餘了 做了人飯盒 對嗎 第四 他說這些人會表現得太 gentleman 在街上看到紋身大汗在你左邊 他會表現出要保護你的感覺 所以他會走到你的左邊 留意到你穿短褲短裙 或者背心 就主動借件衣服給你生氣 多數都數不完 但這些表現 gentleman 其實你應該要小心 他說因為這個男人曾經有很多女人 做過他的老師 他才表現得這麼完美無下 是嗎 不用人教的 你看多些愛情片 都會 不是只看愛情動作片 愛情動作片大部分是給男人看的 那些女人是想要那些東西 對 是那些男人才打算出出入入 那些女人 他要出出入入之前那些 唉你說 保護一下你 被衣服戀著那些 算是什麼高質player 不過我曾經試過在海洋公園 有四百多個演員 對著一個女生做過這些事情 我真的是player 我是玩的 我假裝追求女生 我是在人面前 假裝追求女生 但我玩完之後 我不是會吃的 我純粹要那一刻 很多人看著我追求女生 然後那條女生又好像 有點兒子 然後整班人在尖叫 說我是玩這些 但我想說 我玩這些事情 那條女生是警告我 她說你不要玩東西 出事 你知道嗎 其實那條女生是受我追求的 我知道 我聽完之後 我馬上跟我朋友打了眼色 我放了手 我當時是放了手 因為我實在太沒空了 我記得我那個年度的Halloween 好像是一個追求28條女生 所以我很沒空 我純粹是想丟你那一下 我當時的感覺 有魚種了 我會再丟她到大海 所以那時候 搞到很多女生 下班來找我 好像 場面好像 很多異性 在我身邊的T-shirt 按轉 但其實我只是想找我的 Mrs.Right 我有這種能力 但我不知道在某些女生的角度 會不會覺得我這樣的行為 其實比那些 釣了 吃完的 喂 她都被你釣到了 我其實是給你吃的 為什麼你釣完之後不吃呢 因為我其實深知 那些女人跟你發生關係 之後那些麻煩就會接種而來 對了 你有沒有想著 吃完之後沒有首尾 大哥 個個都說要跟你付託終身 喂 哪有這麼空理這麼多人 對不對 用什麼呢 扣女其實 你知道的方向和方法 所以我也是會做這些 很純粹的事情 但其實是 喜歡玩一下 正等於當年發哥 聽一個女記者說 發哥這個人很浪漫 他說他訪問他 他帶他去哪裡訪問 發哥說 我們不如去山頂做訪問 然後周恩發先生 就帶個女記者 在山頂走到山腳 那個女記者說 我這輩子都會這麼想他 有些人真的不是想著追求 純粹是跟你享受一下那一刻的感覺 我發覺跟我是差不多 在這方面 真的會哄女生開心 第五 就說 好急便去約你 今天聊天 將來約你出去吃飯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除了看得出 不放在心外 還會找你攝時間的感覺 我也是這樣的 我現在找的女生朋友 都是即日約的 那我是不是攝時間 我只能夠說我自己的人是很突發的 大家千萬不要當作是高質player 不是的 我沒有這個做player的資格 我沒有的 如果我真的去play的話 那一年燈或者網上 應該很多賤人 五仔 騙女兒去看貓 那些事情 我沒有的 我不會的 他就說 如果男生有以上的行為 都會歸納為一個高質player 他說這些人懂得玩 我就覺得 溝女兒也是這樣的 關什麼這些行為 那車那些 大家要小心 因為很多死仔 其實找車載的女生 他也是想著你可以跟他上山 所以 小心點 那有個網友 就把player 列了很多特徵 他說 這些人通常樣子不差 那當然 樣子差怎麼做player 第二 就說通常這些人不矮 矮是很難做player 除非他嘴巴很好笑 是啊 如果不是矮也很難 要不他矮得來 他的樣子好像郭富城或者張偉健 帥哥 第三 他說這些人通常在外國讀過書 那不奇怪 因為外國讀過書的人 通常都是比較開放的 那時候說過 就算是英國這樣保守的國家 有說過有個女同學 是一班男生都跟他睡過的 在外國讀過書回來 我只聽我認識的朋友 都真的比較開放 沒辦法 因為外國沒有東西玩 他們來來去去都是 weekend去disco 那些 認識了什麼 不是鬼仔是鬼妹 你開不開放 如果我是外國讀書 我也開放 對不對 有這個特徵也是不奇怪的 第三 就說這些人通常有好的職業或者專業 也是 譬如律師有個遊艇 兜女兒出海 有個遊艇兜女兒出海 然後在月光底下和你kiss 你說用什麼而吃 那當然要有好職業和專業 然後就說有車 這些當然是高質player 怎樣 勞動人民 然後叫你搭地鐵 然後在哪裡 然後在哪裡偷情 方便 之後就說自住 這個兩體 自住就起碼有一定的經濟水平 有些都不是的 有些是假裝的 之前看過一部電影說 在那裏做看僱 就假裝住那裏 有些通常會帶人去維基 白街 那裏 自住那裏 通常騙到人 想著發展長遠的關係 那大家小心 如果你說去酒店 那些女生死都不肯去酒店 那些女生都有點矜持 然後那個特徵就說 未見到message 已經是30 可能她的名字 裡面已經是 加了一行說 寂寞的心 等你來救贖那些 是的 每個看到都以為跟她有緣 我又寂寞 這麼對的 其實這些就是 不需要跟她message 已經是落歐想吊你了 那接著那個特徵就是 第一次已經碰你了 是的 事實上是的 有些人 經常在網上問 我們究竟拍拖多久 才可以有那些 XCALSY 那些行為 這好你說情長老手 出來目標明確 第一次就是 跟你有身體接觸 是不是 那些人 目標很明確 不會跟你浪費時間 所以你說第一次已經碰你 這個也是很大的特徵 接著就說 不會約你星期六日 這個 就可以看得出 不約你星期六日那個人 其實她本身自己是有固定女朋友的 星期六日她可能有老婆 她可能有老婆和子女 星期六日 Family Day 如果她有正印正失 星期六日當然是給她那個正印的 如果她不約你星期六日 你就知道 其實你跟她這段關係 是不會成為固定的伴侶 嘗試多約她星期六日 但通常她都會有藉口 因為星期六日很忙 又這樣又這樣 你想什麼星期六日有多忙 是不是 我就說忙而已 我是有藉口 我每天都會開咪 哈哈 接著就說 她們的特徵是通常有人在晚上 晚上 在動物的角度來說 是比較容易交配的 五日光日白 約你吃早餐 就要上家 也有 也有 年紀輕一點的會 有上一年多 二十幾三十歲 那些通常都會約你晚上 他們又有消費能力 越來越吃飯 有一點點浪漫 接著就說 約你去有情調的地方 當然 所有事情 做台戲都要有背景 不然怎麼打響個挪鼓 你一定要搞了氣氛出來 所有事情都容易 難道約你去圖書館 怎樣就要回家 這樣 都不合理 要一步步套你走進那個位置 今天就分享了很多 這個高質player的特徵 如果大家遇到這些人 自己就小心 不過愛情的世界都是 一個怨打一個懸崖 可能有些人真的想找player 你看到這些情況 你喜歡玩你就玩 如果有些人真的想找真感情 如果遇到這些人 千萬不要這麼容易落搭 去別人家看貓